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我們之前很多年前大概30年前吧 做過一版帶一次貼紙 那它的功能是就是在這種活動的時候放在報名處 讓大家可以自己撕下來然後貼在你的名牌上面 讓就是自己告訴別人說 你希望別人怎麼稱呼你 那左上角的這個圖案是之前的版本 然後把它放大點然後游了 對那然後後來就是經過了這幾年的經驗 然後我們發現說是在台灣的實際的活動場的上面 就是這個版本的貼紙 雖然大家看起來就是大家很好奇然後喜歡 然後都會撕下來 但它其實並沒有真的很實用 因為在台灣的就是日常最後雨季之中 大家都是直接就是不論是男他或女他都是他嘛 對啊所以說就是它沒有很實用 那所以經過這幾年的觀察之後 我們現在想到就是其實應該是要標記先生小姐才對 所以我今天就是把就是左邊的這個舊版的他 他改成了先生小姐 然後也把他的大小就是縮小修正成就是小小的版本 這樣子比較適合就是貼在 貼在識別證上面的版本 對然後另外也加了 因為在英語系 英語的環境之中大家一直在討論說 中性代名詞要有什麼代名詞 那有很多種有很多種用法 一種是Z 就用Z來做單數的代名詞 那另外一種是新發明字 像是Z 然後Z有兩種拼法 ZE、XE還是還有很多其他的代名詞 那經過了就是我去查了去年有一份新的報告裡面 統計說就是大家最常使用的中性代名詞的數量 然後有發現XE就是現在超越了ZE 變成就是比較普遍性的一個就是 除了ZE以外的另外一個代名詞 所以我就把XE也放進去了 對然後另外也一樣保留了兩張就是空白的讓大家可以自己填 因為其實還是有很多人就是自己填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叫名字 叫名字也是這幾年我們觀察到一個Preties 就是在很多Conference上面大家會說就是叫名字 那所以說叫名字也變成一個 國外常見的一個代名詞調查的一個選項 所以我會把它就是做成貼紙的其中一張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成果 那這個東西會放在 會放到這個media裡面去 現在搜索代名詞裡面你會看到一個介紹 有完整的介紹說明的牌子 然後還有這個貼紙的販門可以讓你下載下來之後直接送贏 那我會把這個東西再放回這篇新聞章裡面去 然後如果大家對這件事情 就對相關的議題的討論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Mozilla社群的Telegram頻道 從這個DG進去有個Pretiesilla頻道 好那我看一下下面到底載入的每套都可以載進來 好吧那 10月是那個紅之大遊行 如果大家社群有想要一起走的話可以一起來走 那我們也有做就是 呃彩虹的T恤 那不知道看不看得起來 現在網路好像有點...不行 哦有有有 我們有做這一件 這一個就是台灣Logo的Pretiesilla的T恤 那現在在公寮也還有一些現貨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公寮 呃就是付費所取成本價這樣子 那到時候就是可以一起穿一起走 那我們做的是就是排他很舒服的衣服 對做的是我自己會想要穿的衣服 好那就希望就是到時候就大家可以一起去那邊 欸又怎麼又是同一張了 那上船失敗了 不 就希望到時候可以到那邊就是大家一起去 一起去路上散步 對然後就是像這樣子一樣 好 這是今天的進度 謝謝